沙子車開到一半 前盤突然停下一輛黑色轎車 走下四五名男子 接近車頭 舉起手槍 雙手舉高 請司機下車 進行勒索 如果不乖乖就範 一行人就會糾中 跟蹤到工廠 拿著刀子 槍械 先是進行毆打 再壓走司機 進行恐嚇 施虐 搶劫身上財物 作風雄狠 桌上擺滿強盜火力 槍枝 滾棒 毒品 警方獲報後 成立專案小組 破壞這群新族以捷歌為首腦的 同行會幫派 行徑惡劣 審判都以沙子車司機借錢 還不出錢為由 進行搶劫勒索 除了破壞對方生計 也無法讓司機工作下去 這群行徑囂張的幫派 還有多少共犯 警方還在追查當中 記者侯孟謙 李玉涵 新竹報導